大家好 今天是7月28 星期四 是7月份起始节旋日 虽然说美股昨天晚上大幅度的上升 可是对港股来说并没有带来它的刺激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韩正指数先轻轻地高开35点到20705点 曾经一度再上升到20772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是不足够 往后在雾亚一点一点的出现之下 指数曾经一度反弱而低限20533点 而直到下午3点15分左右 整个股市还是在 刚才我提到的波幅里面是走来走去的 有一点大家应该留意 现在指数是抓紧10天线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涨过 10天线现在大概在20665点 我曾经说过 要是指数能够抓住10天线 进行一个整顾的话 暂时的确是不用担心 它马上会下次这个月的低位的 因为这个低位是15号 15号的2215点 相对现在来说还有一段的距离的 所以只要在10天线中间是走来走去 问题暂时不大的 可是7月份我暂时我觉得波幅已经够了 明天还有一个交易天 到底有没有更低指数给我们看到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现在的焦点应该放在8月份股市会怎么样走 这个很重要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由于现在指数是在20600 20700 之间走来走去 这样子 有没有想过 要是8月份股市 还是维持一个先高而后低 那不要说多了 1000点的波幅 比较往下走的指数 已经可以跌全2万点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尽量看一看 自己抓获那个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指数要是在8月份进一步 往上冲破 20天 50天跟100天线 当然对很多投资者来说 还是有点安慰的 因为只要能够往上攻破 2050跟100天线 那最低限度显示指数 还是有机会稍微在8月份 先轻轻地做好 可是要是说 在8月份 月初的时间 只要有一些不明的因素 才出现的话 指数一旦受压的话 2万点的防守 就会手动考验 有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 要是2万点失手的话 市场里面可能会出现 有一点点不太理性的抛售的 现在指数在2万点以上 整顾 抓获的朋友一定的心态 当然希望他不是 在未来一段时间 能够再进一步往上走 总的来说 心态还是往上看的 当然要是说指数 只能之间下调 而跌圈2万点 那抓获少的朋友 压力并不是很大 可是抓获比较多的话 压力就会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增加了 在2万5百点 其实很多人 在投资方面 也有一定的亏损 可是心理上 总是觉得 等他 为了一点时间 挨过去 慢慢慢慢 回升上去 我们再算了 可是要是说 股市之间下调的话 那心理的信心 就会受到考验 所以还是哪一句 第一 尽量抓多一点 现金在手 第二 抓获少的朋友 当然 只有自己 有足够的抓获能力 问题不大 或是抓获多的朋友 现在就会想一想 一旦不是下调 进一步往下调的时候 自己抓获的能力 到底足不足够 要是觉得有一点压力的话 最好的还是先简一简化 好 今年抓多一点 现金在手 我觉得这个 还是最好的方法 好了 今天下午 可以收收到这里